小米多汉电子树深度评测 电子树不仅在国内甚至全世界范围内都属于比较小众的产品 亚马逊凭借它在电子树领域较少的发力优势 其Kender系列的电子树产品 几乎做到了在这个小众市场当中的垄断地位 市场小竞争小Kender一家独大 结果自然是产品评价高昂 而且迭代升级广慢 而小米推出的这款小米多汉电子树 虽然是其在电子树领域的试水试作 但从目前来看 对于Kender产品 尤其是Kender青春版这样的百元产品 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硬件参数上来看小米多汉电子树 例如小米的产品特色 可谓是全面碾压 在影响电子树体验的最重要的两项参数上 屏幕PPI达到了212 电量也有1800毫安 相较于同价位的Kender青春版 是在599元这个价位上做到了最好的 在资源方面你也完全不用担心 其四代书库多看阅读的图书量就非常的大 无论是名著还是小说 甚至是漫画 网文都能够在阅读当中找到 并且多看电子树 还支持多看云空间同步 百度网盘同步 以往的电子树导入过程十分的繁琐 甚至还要用邮件方式来发送自己的资源 有了云同步之后 云端打开小米多汉电子树 就能够自动的将资源吓到手 十分的方便 格式也无需担心 小米多汉电子树支持TXD EPOV PDF等常见的电子树格式 并且内置WPS的原因 甚至可以支持各类的Office文档格式 以往的电子树 如运到Word PPT等格式就犯了难 你必须要将它转换成PDF格式才能够阅读 这些问题在小米多汉电子树上统统的没有 小米也使用了一段时间 最直观的感受就是 这款入门级产品当中 多汉电子树确实做到最好 至少从价位的对手看的青春版来说 这款小米多汉电子树的竞争力就是极强的 小米多汉电子树的包装十分简洁 没有一丝的多余 拆开包装我们就看到了今天的主角 小米多汉电子树 六音色的屏幕上显示的是锁屏桌面 因为电子墨水平只有在改变显示内容时 才有耗电性质 所以这种情况下功耗是极低的 边角也设计的十分圆润 可以大大提升握持感 极具特色的一点就是小米多汉电子树 采用了类肤质表面 增加摩擦力的同时 触感也非常的优秀 底部配备了一个Type-C接口 Type-C已经完全的图形开来 像某些产品仍然坚持Micro USB 涂增额外限材的麻烦 小米多汉电子树在这一点上要点声个赞 顶部是订阅按钮 解锁屏幕 开关机全靠擦了 159.2 乘116乘8.3毫米尺寸 以及178克的重量 小米多汉电子树非常适合单手握持 让你轻松惬意的享受电子墨水屏 带来的纸质书般的体验 小米多汉电子树在599H的价位上 可以说对比同价位的Kander青春版 在配置上就可以实现完全碾压 二者都搭载了阅读背光灯 可以实现在夜晚等弱光环境下 仍然享受电子墨水屏 带来的指示体验 但是在屏幕观感上 小米多汉电子树更胜一筹 PPI高达212 相较于Kander青春版几代更迭下来 仍原地踏步的167PPI 小米多汉电子树 部体文字边缘更加清晰 对于内容更为复杂的PDF文档以及漫画 都能够轻松应付 在电子无量上 小米多汉电子树电量高达1800H 是Kander青春版的1.8倍之多 电子树因为电子墨水屏 只改变显示内容时在耗电的树性 本身待机时间就长 小米多汉电子树电量更多 自然在续航上表现更佳 在运存和内置存储上 小米多汉电子树 1GB内存16GB内置存储 相较于Kander都有着成倍的提升 更大的内存意味着支持更多的额外功能 像WPS软件和百度网盘都能够运行 更多的内置空间 意味着你能在本地保存更多内容 毕竟无论是Kander 还是小米多汉电子树 都不支持存储卡拓展 内置空间用一点也就少一点 总结 Kander因为购买之后 使用者自律的原因往往闲置 轮为压泡面工具 被细称为泡面盖 所以既然最后都会轮为压泡面的工具 为什么不选择一款价格更为便宜 性能更高 资源更悬面 或许拥有更好电子树之后 你能把自己的阅读习惯坚持得更久 小米多看电子树 就其价格和地位来说 在市场当中可以说是全方位超越了对手 通过小编列出的主要性能对比 就会发现Kander这几年活得太安逸了 即使最新的Kander青春版 终于使用上了背光灯 但其屏幕PTI运存处理器等参数 仍旧是原地踏步 而小米多看电子树一出现 就完成了对Kander青春版的全面碾压 甚至起599元的价格还要更便宜 所以选择每个电子树不必多说了